今天來到東莞就是張木頭的鄉莊一號 周圍會有大型商場 以及非常旺 這個樓盤有甚麼優點呢 就是價錢便宜 還是精裝 還是平層 大灣區置業真的很吸引 但是這麼多中介公司 為甚麼好啊 想安心賣大灣區樓 當然是找V家 分店片部講究新界 由灣區博士 沈永年年均 為每一位顧客提供定制化置業服務 設有V家管家王 V家裝修王 提供超多一條龍售後服務 還有合法匯款牌照 助理安心 跨境匯款 有V家就有安樂的家 今天來到東莞拍東莞的第三集 就是張木頭的鄉莊一號 鄉莊一號我相信很多香港朋友 都可能都很熟悉 因為這個樓盤位於張木頭的市中心 周圍會有大型商場 以及非常旺 這個樓盤有甚麼優點呢 就是價錢便宜 還是精裝 還是平層 因為有些觀眾可能喜歡平層多於複式 因為百貨百客 還有這個樓盤的價錢 如果是單價 平均大約是八千多起 因為這個樓盤有分 有些戶型是有露台 有些戶型是沒有露台的 如果有露台的話 總價大約是相差十萬元左右 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進去樓盤介紹給大家看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複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张牧头》对很多香港人来说都非常熟悉 甚至有很多朋友同事 他们20-30年前买了6个房子 到现在都未放 因为他们说回香港是非常方便 为什么这么方便呢 其实大家都不用担心 如果在罗湖坐和雅号直来《张牧头》 大约是18分钟车程 如果在京平湖停多一个站 因为有班次是停平湖的 可能就要25分钟左右 其次如果在西九坐高铁 去到东莞南大约是40分钟的车程 由东莞南过来滴滴大约是20分钟左右 如果去买菜 这里步行200-300米就会有个街市 商场不用看 就是天一城 天一城正在对面 昨晚我们过来这里吃东西 看到摩天伦是非常漂亮的 但是摩天伦不是玩的摩天伦 是一个标志很漂亮的 灯不停地斩 这个天一城里面有大人发超市 比如有麦当劳、星巴克 都是大型超市的大型品牌的食肆 或者远一点 五、六分钟就会有个天和伤场 比如你想休闲一点 到周围走老人家 可以走过滨海公园 或者由这里过去 有一个香港人或者是张牧头 没有人不懂的观音山 香港人最注重的当然是医院 由这里开车过去10分钟 就会有张牧头的人民医院 还有这里8分钟可以上到高速 就是田芯出口和临村出口 由这两个高速开车去深圳 都是大约30分钟左右 我们现在看看卖什么货 这个小区其实羊房是全部卖光的 我记得当年我也过来看过楼 当时这个楼盘在张牧头卖得非常火 现在在售就是这幢公寓 面积段是37至58平方 总共楼层是25层 3梯12火 如果是单间 就是说一间屋里面什么都没有 没有房的一个室室的 那些就已经卖光了 现在目前在售就是55至58平方的平层 记住是平层 因为有很多观众 他们是老人家 他们都会跟我说 Jacky不要经常介绍一些Loft 不如介绍一些平层 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公园 平层有两个面积 一个是55 一个是58 有些是有露台 有些是没有露台 55是一房 58是两房 有露台的话就向北 没有露台的话就向南 现在目前都是清货的阶段 38平方卖了 所以我们今天不打算介绍38平方 还有小区自大了有三层的商业中坑 看起未来 而且公寓这里下面都有商铺 那我们现在上药品房看看 我们现在来看看那个大堂 这座就是公寓 这个大堂给我的感觉 都算管理得很好 那些油箱又不会全都开了 没有人管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收快递的 这些箱 这些箱也算是 这里有一个开了 整体来说都算是奇奇利利利 不会有些快递都扔在地上 因为我其实在东莞很多年 因为我经常都会去一些平户 章木头 或者是黄江一些公寓 短住的 因为有时出差 我发觉尤其是这些快递商 很多时候那些快递员就把那些快递 就不知为什么都扔在这里 但这个大堂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算是整齐企理的了 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55平方 一房的创意样板加压 这个零四户型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因为它这个过渡都挺阔 还有只要你不阻挡过渡的话 一般如果你要放一个小的鞋柜的话 管理署一般都会OK的 不会叫你拿走的 还有这个彩缸 这个走廊的两边 都有一个这么大的窗门 其实彩缸非常之好 这个户型的团队在大门口 这些櫃全部都有 只可以用电 不可以用天然气 家具当然没有 这个户型虽然没有阳台 但是有这么大的窗 彩缸是否非常之好 还有这个楼底 我想应该有2米9至3米 还有这个过渡 sorry 这个开间应该有3米1至3米2 其实我觉得这个户型 给我的感觉是非常之舒适 还有那个空间感很大 接着这个房间 应该可以放到1米5至1米8的床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窗门 门后面还可以做到一个这么大的衣柜 其实这个一房的户型 我自己个人认为 买来倒下架 或者中港两边走 是非常之合适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 55平方的收纽标准 长生和石膏线全部都有 这个户型 正如我们刚才拍的样板房 是一个房的 但是彩缸非常之好 现在我们在高层 还可以看到观音山 有露台的就向北 没有露台的就向南 这是58平方的收纽标准 是有两房的 有一间房有名窗 另一间房是没有名窗的 露台就是有名窗的 这个户型也是向北的 这个户型也是向北的 Hello 我现在在天一城的星北黑 这几天我介绍了三个公寓盘 因为最近也会有些观众 想找一些公寓盘 尤其是公馆 其实我之前发现 三个公寓盘 都各有千秋 第一个厚街的湖景十二 它的环境很好 周围是厚街的富人区 第二个常评的甘地时代艺景 它的价钱是非常吸引的 事实上真的是 而且它是国家的一级物业 而这个章木头的乡装一号 不用说了 周围都很方便 章木头的市中心 而且是平层 因为有些客户 例如他年纪大一点 他想找一些平层 可能他不想考虑洞的公寓 其实正如我刚才所说的 各有千秋 今天我们拍完这三个公寓 给我的感觉 其实现在东莞已经改变了 就不同 好像以前那样 东莞是否周围都是产业 不适宜住 其实现在 我觉得很多环境是改变了 而且社会是有些转型的 厚街之前给我的感觉 好像很乱 不适宜住 就算我离开了厚街这几年 我回到厚街 我都觉得 都已经周围不同了 而且厚街的GDP也很高 厚街、平湖和章木腾 都在东莞来说是属于镇区 东莞总共有28个镇区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观众 对以上三个公寓盘有兴趣的话 或者想拿多些资料 可以随时联络我 最后已经达入2024年了 我恭祝各位观众 每一天都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Cheers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